Hello 大家好 我是James 麥耀邦 我是幸惠 Matching Love 配对公司的负责人 我以前是一个传媒人 做了大概20年记者 做记者 男记者很难找对象 找不到对象 找不到对象 心灵空虚 心灵空虚唯有吃多些东西 令到自己肚子没有那么空虚 长远就会肥了 肥了之后更难找对象 心灵更空虚 周而复始就搞到体型暴障 去到30美近40的时候 开始要找对象 经历了4次的单对单相体 所以最后找到一个女士 肯定教我做我老婆 也启发了我去搞配对公司 现在我是幸惠 Matching Love 配对公司的负责人 主力的工作 就是帮单身的男士女士 找对象 找男朋友 找对朋友 找老公 找老婆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单身的问题 如果有的话 不妨来跟我谈谈 经历了4次相体之后 我不但开了配对公司 我也是用我的经验去教我的会员 怎样可以有一个好的约会的效果 怎样可以有一个好的稳定的关系 不单单对单地教会员 我还写这本书 《独男双体真人秀》 有一种幸福叫主动 这本书没得卖的了 因为去年已经卖完了 但如果你喜欢 在电子书的话 在Google Pay 或者你直接联络我 我都可以送一本给你的 书里面写了什么呢 主要是写了我44次的相体经历 不单是我个人的角度 很多故事 我还找回我双体过的女士 去回应整个故事的真实性 此其一其二 书里面最后的九个文章 就是实际约会的一些技巧 实际配对的技巧 是要很多钱才能买到的 因为我自己用了很多钱去配对 这是我千除百年的经验 如果你都想要一本的话 即管联络我 我可以送一本给你 好的 Hello 欢迎来到我们职场Market Place 你看今天见到 这么英俊的男士 James James Heng 就是我们很多年前 在一个Events里面 James Heng是一位演讲的嘉宾 我又刚刚是演讲嘉宾 大家认识了 后来James 自己创办了自己的一个配对公司 James 我记得你以前是做一个媒体的工作 是 为什么会重视配对的工作 以前做传媒人 很辛苦 因为男记者很辛苦 二来找不到钱 工作时间长 就找不到对象 找不到对象 我就要去双体 我就要去配对了 之后经过44次的配对 找到我的对象 找到对象不止 我就觉得这些门生意有可为 所以现在轻松一点 不做传媒人 现在做媒人 但是James 我经常觉得 你都知道现在这么多不同的APP 有Tinder 有CNB 微信 直播平台也可以 其实 甚至乎你去meet up 行山打球 都可以 这么多平台 有什么需要 还要透过这些速配公司 配对公司找人 其实很有趣 很多人 我们收到很多会员 就是曾经用过交易APP 但是不但找不到对象 还可能有些很不愉快的经历 老实说 例如 有些说做美容 买伦敦金 投资陷阱 这些已经是好人 好人 好人 我不说了 有些很敏灭人事的事 都在交易APP 发生 他们觉得 因为交易APP 没有核实 他们的资料 没有核实对象的身份 所以很容易入到陷阱 我们的配套公司不同了 我做了这么多年记者 特殊支持你也介绍我 做了这么多年记者 每一个来我们的会员 我们核实他的身份 我们问清楚他 不就是要找对象 我们也确实他所说的 他的职业 他的学历 他的收入全部有根有据 要做个Due Diligence 证职审查 所以我也做了这么多年记者 很有帮助 我是懂得如何去查他的资料 我懂得判断的资料是真还是假 那确保来配对的人 一定是真心真意找对象 没有别有用心的人 所以安全稳定很多 所以很多交易APP 反而越多的交易APP 令到我们的生意 真的更加好 因为越容易 他们越容易被人骗了 越容易来找我们这些可靠的公司 但是这些朋友可能 身心灵财务方面都有受损 来到的时候 会不会有很多心理家所影响 你要给他很多辅导 跟他谈好久 才愿意开放自己的心 可以找你帮忙 那当然我们要帮他 因为如果他 譬如说他可能 他讲话的技巧不是很好 他说话的技巧不是很好 我们教他怎么说 如果他可能是外表不是太好的 可能帮他教他怎么执 女士的甚至乎 女士比我更加 化妆减肥那些 女士比我更加 如果他心理未准备好的 不要紧 我们就慢慢教他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好例子 我自己也是一个 透过配对找到对象的人 我自己一个最好的 会生生的例子 不只是我的 其实我公司其他人 都有类似的经历 都是配对找到对象 所以透过我们的经历 可以告诉他们 其实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也是一个过来人 找到对象的方法 你过来人身份 真的帮到你很多 是的 因为很多人 就是他欠缺了技巧 或者欠缺了心理准备 这个方法 坐在你面前 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你没理由不相信 我也教你一些 我自己很清楚 我经历过四十四次配对 不要听 我失去四十三次 我失去四十三次 所以东间有很多事发生的 我发展过 或者有些 差不多到婚姻那一步 但是都是不行 或者对方 我自己告诉你 是不对的了 很多案子我都遇过 我自己都遇过 所以我可以带领到 我的客人告诉他 原来对方这样跟你说 可能状态就是这样 你可能需要找到一个第二个 或者对方也是有意 想跟你发展 可以继续发展 我会很清楚 大家在这个过程里面 大家认识了之后 猜猜一下 不知道对方对我自己是怎样 不知道对方的生意是怎样 我就最清楚了 我可以搞到你了 我听到有些朋友都从事这份工作 他说很忙 经常失去无神伴 你收到客人 WhatsApp他 哎呀有个女仔 我应该怎么回应 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喂 不知道他有没有意思 我在这里磨了很久了 可能有把截图分享给你 好像作为恋爱的顾问 大哥怎么办 其实这些我们可以帮他 尽量帮他 当然老实 如果你说 请你叫对方爱我 那这个要求我们做不到 不包三底 如果你说 想知道对方是怎样 或者有没有发展 给一些意见 做到的我们尽量都可以做 二来我自己都写了一本书 我自己都写了一本书 就是讲我自己的经历 和教我一些人 如何去相体配置 我自己都做了很多这些功夫 看看我的书 其实在我公司的YouTube Channel Facebook Channel 一样有很多视频 我内容都会搞一下 大家如何去掌握 两性的交往技巧的 大家多看这些资料 其实应该有很多方法 因为我只能碰到 钉太多的人 知道怎样为止碰到 怎样为止成功 我都清楚 但是现在好像 我听很多朋友说 这个速配这个生意 或者再加上Speed Day的生意 都越来越难 因为你想想 近期有疫情 在早前可能有社运 大家政治立场先 就是很容易 很多争吵吵架 现在直接是 街都出不了 这方面的影响 社会气氛 是否很影响你的生意 很奇怪 由以前社会事件开始的时候 小运动初起的时候 就是我公司历来 最好生意的那段时间 是的 到今年疫症初起的时候 也是我公司最好生意的时间 因为我不是做 多人的Party 我不是做 我们是做单对单陪队 限聚令限極都好 二人的犯罪 都可以继续 当然晚上不行 下午茶都可以 另外我们公司有会面室 如果他不终于在外面吃饭 上我们公司会面室 两个人仍然可以继续 那会不会像开会那样很闷 所以我每个人都会教他 究竟两个有什么话题 刚刚认识 其实有什么话题可以谈 谈些什么话题可以令大家开心 可以教一招给大家听 不如 其实有什么话题最好 两个人刚刚都不认识 刚刚认识 如何可以好的话题 约到下一次话题 就是做好的话题 例如 举例 我知道有一间餐厅很好吃 现在当然 疫症比较难一点 大堂的行业很漂亮 又或者是哪里有些好玩 哪里有些商场 有些装置很漂亮 可以拍照 如果讲这些话题出来 对方有反应 不如我们一起去 那就约到下一次 即是用下一个 要约到下一次的话题 就是最好的话题 因为第一次 因为我们要配对的地方就是这样 第一次我帮你约 第二次第三次 你要自己约 我们不能跟你这么久 那你可以约到对方第二次 其实有很大的信号 对方是想跟你继续约他 这是一个很大的信号 如果你约不到对方 那你就要想一下 可能就要约第二个 因为有一种幸福叫主导 我经常都说 有一种幸福叫放手 不要紧的 约不到 我们安排第二个给你见 无论一击即即重 那你约到第二个 一样是用这些方法 可以约到下一次的话题 其实如果譬如是疫症过后 哪里有戏好看 哪里有戏好玩 迪士尼 迪士尼 各样各样各样都可以 再不行 最后一招 这里讲完本书不用看 最后一招 女士的 女士用的这招 告诉男士你要买电脑产品 男士一定会陪你去黄金 如果男士说 我不懂 或者我没有兴趣 或者我不有空陪你 他不是对电脑没有兴趣 可能是对你没有兴趣 那就不要紧 要下一个 这是最后一招 因为电脑的产品 男士应该会懂些 可能差一点 如果提出这样的要求 男士说不陪他玩 或者不帮他找电脑产品 这个男士就忘了 但是如果真的 James 有很多人很麻烦 又或者他那个要求很独特 整天弹你中 这个又说不合 那个又说不合 那怎么拆解 这个我们要告诉他 人是没有完美的 找对象不是图谱 找对象不是3D打印 不是你说 我要多少寸高 多少尺 多少尺 多少身家 多少层楼 多少车 我才会见的 细事不是那么完美的 可能有个check list 小其一 如果你的要求越高 那你见到人的机会就越少 因为你要求越高 人就这么多 一个比例 你要求高 人就越来越少 而且你要明白一件事 会是双方便的 你要求对方 对方都有要求的 如果你要求对方 对了 你不合乎对方的要求 对方都不会见你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说你想见多些人 还是想见很少人 如果你想见多些人 机会多些的话 条件较一点 年纪 职业 学历 收入 各样条件都较一点 那你看到的人会多 Hum 或这些机会会多些 你觉得我需要 labor 原想要求很高的要求 一定是计算少人 看见的人少 不关我事 不是我不被见 只是认为要求太高 所以想见对方要求的人很少 所以大家自己想想 你想见多些人 想见少些人 我例子就是這樣,我當日沒有想過條件 是一個女士最可能的,所以很短時間 一年,我見到44個女士,都只能找到一個和我老婆 我最終還是一個,最終還是一個,不用找那麼多 所以其實透過我自己的經歷去告訴客人 你自己要,不是不可以讓你聽條件 不過我覺得頂什麼條件,最好頂一點,你接受不了的條件 例如你是基督徒,當然是找到基督徒,或者是天主教徒 或者是沒有宗教的,我不會給你異教徒 這些一定要懂的,又或者假設前面 小運動時間開始,你是某個立場的,政治立場 就要找單政治立場,我不喜歡對方的政治立場 你一定要講清楚,又或者你不喜歡某個政府部門 你一定要告訴我,你最不喜歡的事情 可以告訴我們,除此之外 我們盡可能要,盡可能責任一步少許 婚姻撞債又會是什麼呢? 即是離過婚,當然要看你自己的狀況 我們做的個案裏面,有未結婚的人 有離婚的人,或者有喪偶的人 老實,如果你是未結婚,未結過婚的人 一樣,如果你說對方離婚,或者對方喪偶,你都不介意 你見到的人就多一點 又或者你自己都離過婚 那你要求的,對方喪偶,或者離婚 你都同意可以見的,你見到的人就多一點 有了小朋友的那些,如果你有 一樣,我自己當時,我身體第四次 有部份,有小部份的女士結了婚 結了婚? 有小部份是有小朋友的 有小朋友 我自己經歷的那個狀況是小朋友 改休了我爸爸 最後我跟他那些女士都沒有在一起 但是,這個喇屎告訴我們 我們不能放棄任何個機會 對方離婚都不代表他不是找對象的人 很多人想找對象 不過他之前的婚姻不如意 下一段婚姻就應該好很多 因為他都有經歷,他都有經驗 你要正面一點去看 所以很簡單的說 條件越闊,你的機會就越多 接納程度高一點 機會有很多事情可以發生 有很多時候,有很多人經常問我們 你公司有多少會員? 其實沒有意義的 這個問題 有多少適合你的會員才是有意義的 好了,如果你定到條件很高的 適合你的會員便會少 如果你定到條件很高的 適合你的會員便會少 其實有幾個會員是 掌握在你自己做 不是掌握在我做 這個是最重要 讓每一個人都知道實際的情況 今天很感謝James來和大家分享的 關於Dating上面 配對方面 以及一些心路歷程的看法 所以朋友 無論你是單身 還是需要再分 都不要緊的 有興趣的時候可以找James指教一下 喜歡看這條片的時候 可以在下面留言 分享 分享 以及最重要就是按個鐘底 下面也有James 這個配對服務的公司 有興趣的時候可以在下面指教一下 我們下次再見 再見 拜拜 很多人都問我們做配對 究竟來配對的人 他本身有什麼問題 或者有什麼缺失 為什麼找不到隊長呢 其實做了這麼多年 得出了經驗 絕大部分要來配對的人 都欠了一件事 不是欠錢 也不是欠外貌 是欠了主動 因為很多時候 男男女女都是 他不主動 但是他想找對象 希望對方主動 甚至乎 有人跟我說過 希望請對象去他的家 來見他 似乎不是一個很合理的理由 所以我們公司的口號 我自己做人的公子 都是有一種幸福叫主動 要找幸福 要找對象 莫不易發門 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要主動 如果你主動的話 對方才知道你心意 主動才令對方 可以知道怎樣跟你發展 所以大家 如果你要找對象的話 不妨主動一點 近來有一部劇集叫 《堅尼地愛堅尼地》 其實我們配對 遇到很多客人 來要求 其實都是有一個堅尼地的現象 例如一個一個例 有一個五十多歲的女士 她只是內地的小學畢業 做一些很基層的工作 她要求找什麼對象 要求找律師或醫生 又反過來 有些四十多歲 五十多歲的男士 身材很好 最好做護士兇者 甚至乎要付錢 養了她 要付這些要求 不好意思 這些是堅尼地的要求 我們 不好意思 我們比較難做 所以如果你真的 無論自己找對象 或者找配對公司 也好 或者給一些合理的要求 你都看自己的情況 給一些相符 跟自己的情況差不多要求 那就會合理很多 否則 不是我不幫你 是你不幫你自己